新开立委座谈会 党主席朱立伦一一握手寒暄 和友谊角逐立院笼头的傅昆奇 一碰面简短握个手 肩膀拍一下就换下面一位 毕竟想当立委的头 傅昆奇招呼打的琴 和在场的韩国瑜几乎零互动 两人擦身而过简短握了手 没说话气氛和天气一样冷 而这座位安排还有点尴尬 傅昆奇就坐在张启成正对面 第一时间双方眼神都在往外飘 但两人距离实在太近 总是有四目交接的时候 这是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吗 虽然会议主题是立委新生训练 但党主席这话也得说在前 政府院长的事情 党团的选举 我们都一定是秉持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是清清白白 致辞特别谈到清白 傅昆奇拿起笔开始做笔记 似乎在思考等等门一关 如何发言 而朱主席一讲到这句 我想现场的呼声最大的 都是给我一个院长 参国人 傅昆奇似乎干笑了一下 毕竟闭门会议前他这么说 很重要的假投票是一个民主制度 非常不容易形成的 我想今天我们不能放弃一个民主的制度 虽然现场气氛看来有点尴尬 但最后会议中朱立伦成功拆弹 江起扇 动算 起扇 动算 加油 加油 傅昆奇 牵起寒江的手 高喊政治一时 兄弟一世 但或许退了这一步 是向另一个目标 进一步 今天是我们傅昆华 你们可以转会 约三小组台北上门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